唐代诗人白居易,原整各有一首新乐府胡旋女,在白居易的诗中,我们看到了,不同于汉代以来,中原舞蹈的新的艺术特征,旋转,同时,诗中也明确指出,胡旋女的家乡是康居,白居易出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七七二正月,足于五宗会昌六年八四六八月,一生历经的八个皇帝,观至汉林学士,左赞善大夫,此后邓尚书又出社, 他的诗歌,如实记录了他的官幻贵族生涯中的歌舞生活,原整与白居易同时期,生于唐代宗大历十四年七七九二月,足于文宗大和五年八三一七月,历经七个皇帝,与白居易同科吉地,并结为终生师友,二人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,诗称人白,晚年观至武昌节度士等职,此后追赠上书又婆舍,他的诗歌的计时意义不可小觑, 在原者的诗中,不仅描写了旋转,胡人县女能胡炫一句,也道出了胡炫女的来源,鉴于原者的身份,其诗歌呈现历史史时的可靠性当无疑,并且这一描述,与上文册府原规中,现胡炫女文献互相印证, 另外一首曾深的诗歌,《田使军美人》,《舞如莲花北弹歌》,则描写了汉人跳胡炫的盛况,这首诗约作于唐素宗旨得出,756至757,使作者参加田使军举办的宴会,欣赏了表演而作,唐代诗人白居易,原整各有一首新乐府胡炫女, 在白居易的诗中,我们看到了,不同于汉代以来,中原无疑